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在每周一的晚上8点15分准时锁定TV33 这里是杨健博士谈时政 我是主持人裴寒 欢迎杨健博士 裴寒你好 各位观众你们好 那么最近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 可能是恰封这个中国的国庆 和即将到来的这个中国的传统佳节的中秋节 所以呢可以看到杨健博士这个周末是非常的忙 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行程 的确是因为这段时间呢 好像是去了一系列的活动 活动很多 不管国庆啊中秋啊 像那个昨天啊 星期一天呢我就有三场活动 一个是比如说我们江西老乡 搞个国庆中秋庆祝 然后每个乌伦华卓会所 他们是最最老的一个华人社团呢 搞这个生气仪式 晚上呢是我们这个学生会 奥克兰这个华人学生会呢 这个搞了一个大型的这种演出 每个活动都要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呢也是吃月饼 这个是应该说这段时间很热闹 很热闹 应该说这个华人呢在奥克兰啊 尤其是奥克兰人越来越多 所以呢这个社团越来越多 活动越来越多 但这也很好啊 这个参与这种活动的本身呢 的确是让你们感觉到哈 感觉到我们当地的华人 跟当地社会的互动 以及跟祖籍国的这种关系 所以呢也是 这种机会都非常好 就很高兴 那么再过两天就是这个中秋节了哈 其实呢我觉得在这个新西兰来说 华人的地位非常的高 比如说元宵节的时候 还有专门这个元宵灯会 那么即将到来的中秋节 也有很多场这个大型的 中秋的相关的活动 是的 我可以说在新西兰 我没有感到过特别的孤单 什么每逢佳节被私侵 但是真的是没有距离 可以感受到我们祖籍国的这些文化 并没有被淡忘被漠视 我觉得这跟这个国家党长期以来 这个在华人社区的各种重视 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杨建博是您觉得呢 对的的确是这样的 因为新西兰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我们专门有这个部长 关于这个少数族裔的事务 同时呢我们的国会里面呢 每年都会有这种 中国春节的庆祝仪式 那么我呢作为一个 我们叫这个 就是这个代表部长 参加各种的少数族裔的活动的一个代表 所以经常是参加华人的还有其他族裔的这种活动 总体感觉呢 新西兰呢 因为它有200多个种族嘛 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社会 奥克兰本身呢 40%都是在海外出生的人 40% 对在奥克兰 奥克兰人口40%是海外出生的人 这其中大概90%是华人 对吧 19% 对 还有很大 大概百分之百分之八的是这个是这个 印度人 对 还有很多 呃 所以呢这是一个真正多元文化的社会 没错 呃 呃 我们在全球来讲的话 很少有像奥克兰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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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 嗯 所以呢我们一直认为多元文化是个好事情 因为我们需要移民 对吧 那么来了之后呢 就让他感觉到呢 这是一个受欢迎的一个地方 嗯 对吧 来了之后呢 感觉到哦 很容易融入 嗯 当然我们华人本身这种传统呢 是在对自己的文化啊 是保护的比较强的 没错 实际上他们就是也是好事情 嗯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一方面我们是融入这个社会学习他们的 另一方面呢 我们自己是自己的这个爱 我们叫identity 我们自己的一种特征嘛 嗯 呃 这个呢 实际上是对我了 我能有对个人 对家庭 对社会 对国家 都是好事情 嗯 尤其在中国呢 它现在是不断的发展 没错 提供了很多机会 嗯 对吧 我们讲这是一个diversity dividend 就是呢 多元化的红利 嗯 什么是多元化的红利呢 就是呢 因为我来自不同的国家 嗯 所以呢 这些人呢 都会跟主机会有某种联系 对 这推动我们的贸易 是很有帮助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心中贸易增长得很快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华人的贡献 尤其是在电商领域 对呀 对呀 这两年间 没错呀 都飞猛进 就是的 因为因为跟主机会有某种关系嘛 所以呢 你很容易进入这个市场 嗯 那当地人他就会有比较困难一些 嗯 那么当地的公司也会利用华人 利用他的华人员工 嗯 去打露中国市场 对吧 这都是红利 嗯 包括呢 当地人对不同文化的接受程度 嗯 这个呢 一般来说你接受程度高的地方呢 这个思维方式呢 会不太一样 没错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要学第二种语言呢 嗯 因为不同的语言呢 给你带来思维方式的改变 没错 语言的逻辑会完全不一样 对了 这个人一般这种人呢 比较开放 嗯 比较开放 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事物 嗯 所以对整个的国家 以及对我们今后这个 这个我们年轻一代的新西兰人 通常起来之后走向世界 嗯 都有很大的帮助 没错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嗯 那么其实这样一个现状呢 应该不是说一天形成的 应该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时期 对不对 非常非常 要跟你讲哈 1970年 嗯 1970年来新西兰的亚洲移民 354个 300 才300多个 354个移民从亚洲来的 Asian immigrants 嗯 亚洲移民354个那一年 嗯 现在呢 一年两三万 没错 从亚洲过来 翻了多少倍 对吧 所以呢 你学想这个社会的变化 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人口结构的变化 也非常大的 嗯 那当时呢 你新西兰就是 4万多万人口 你的确需要 不断地有这个移民进来 嗯 来保证的劳动力 对吧 因为这社会本身 它的不断的老龄化 也会越来越严重 嗯 那么呢 你如果说是 没有新的移民进来 你这社会老龄化 会加剧 因为现在已经是 这个新西兰老龄化 已经加剧比较严重了 已经在面临这个问题了 对了 我们这个医疗体系里面 面临很大的问题 就是老龄化的问题 嗯 那么现在你需要 不断地有新的生产力进来 嗯 这样的话等于 才能保证 这个社会不断地 不断地往前走 嗯 这里面就靠移民 对吧 那么移民呢 很多事实上呢 你很多地方 你说英国 欧美 它人数是有限 过来的人数是有限的 所以呢 的确需要一些 不同地区的人过来 嗯 那不然那么亚洲 就很重要了 这都是我们讲的是 需要外来的这个移民 来扩大它的经济 同时呢 我们就需要 以这种社会的环境来 让这些人过来之后 感觉是舒服的 嗯 感觉容易 说到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对于移民 来到新西兰 他们这种感觉 应该也会随着 这个移民人数的增加 会有一些些微的这个变化 对的 对的 这个的确是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新西兰从整体来说 是一个非常欢迎 移民的国家 最开放的国家 没错 但是呢 它的确面临一些挑战 嗯 比如说在2011年呢 我们做过做过一个 呃 民调 调查 对 2011年呢 当时问哈 就说问移民 你不认为新西兰欢迎你们吗 嗯 84%的人说 是欢迎的 84% 84% 非常高的比 对 到了2015年呢 它下降了 嗯 到了 降到76% 据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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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部分人感觉到呢 这个欢迎程度 不像以前那样 那么高了 对吧 嗯 还有受歧视这个程度呢 呃 这个人数也有所提高 呃 等待一些社会问题出现呢 导致了一些部分人 对移民的一种抵触情绪 没错 所以这里面就是呢 我们怎么样 一方面呢 欢迎移民过来 另一方面呢 要做好这边的工作 嗯 让人们感觉到 移民过来之后呢 是带了很多的好处 嗯 嗯 没产生这种抵触 抵触情绪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是 呃 很多工作要做 一方面是要欢迎他们 另一方面呢 这边呢 的确呢 要做好一些工作 要做好这个平衡 对对 还有一种宣传 嗯 一种舆论导向也很关键 尤其舆论呢 它这边报道一些负面的东西 就会增加了当地人 对移民的一些的看法 如果我们多宣传一下 呃 移民的文化 以及他们的这个贡献 嗯 那么我想呢 别人就会更加容易接受 啊 这个移民 我想奥克兰应该是在这个 所有的国际大都市中 应该是做成了一个 这个多元文化 这个相和谐相处的一个典范啊 对 事实上很多人来了之后 我发现 新西兰真的是一个很开放 没错 这个这个我们的包容度 很高的一个社会 嗯 这里面呢 同时我觉得也是因为什么 因为 因为这个就是欧洲人 跟当地这个毛利人 他们之间也相处了一百多年嘛 嗯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摩擦 嗯 但经过这么多年呢 慢慢慢慢的 就慢慢慢慢的 去消停了一些 嗯 这样的员是呢 他们这个整个的接受度啊 就比较就比较高 嗯 所以你再来外的理论呢 就比较容易接受一些 心态就更开放 对了 所以这是新西兰 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 但尽管如此啊 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 没错 因为毕竟是 毕竟是当地人 有时候感觉到就是呢 也来得太多了 嗯 对我一些冲击 他会有这种感觉 嗯 对吧 但是呢 呃 因为这么多年下来 慢慢的 如果你比较现在 跟90年代的时候呢 你发现很大的不同了 对 90年代的时候呢 这个当时这个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 呃 有些政党 打着移民牌 打得非常厉害 没错 呃 那现在是让移民牌 包括现在其实也还有一些 也有 但是呢 但是它的主体呢 事实上是 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呃 就是说你打移民牌 也那么有效了 嗯 因为现在整体来说呢 它对移民接受度是高的 没错 而移民本身 它人数也很多 比如亚洲人 嗯 它人 人数以这次前 你看出来 人数很多了 嗯 他们形成一股政治力量 没错 对 所以他们呢 有他们投票权 没错 这样呢 很多政党也会感觉 也需要需要这些人的支持 所以他们在一些言论上 他要他要他要谨慎 嗯 所以我们觉得是呢 移民对新西兰的贡献很大 影响力在增加 呃 是政府的这个相关的政策条款 一些这个非常明文禁止的 接纳多元文化的一些政策 以及一些相关的活动呢 还在不停的继续当中 我们也期待呢 新西兰的这个多元文化 能够更加的开放 更加的包容 形成一个更加多元文化的社会 是 那么同时呢 呃 两天之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中秋佳节 我们请杨建博 是为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送上一些中秋祝福 好啊 各位观众 祝你们啊 中秋快乐 合家团圆 祝你们在新西兰 生活的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杨建博士 好的 非常感谢 同时呢 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能够过一个团圆愉快的中秋佳节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会